如愿以偿极为成功 成功是结果 源自对原因的运用 无论境况如何 成功大致都是相同的 不同的是成功之人的心中所愿 而不是成功本身 成功基本上是相同的 无论是获得健康 财富 发展 还是地位 成功是成就 无论所成就的是什么 类似的因总是产生类似的果 这是自然规律 因此 既然无论境况如何 成功都是相同的 那么各种境况下的成功原因 就必须也是相同的 成功的原因始终都在成功者身上 你会明白这肯定是真的 因为如果将成功的原因归于大自然 归于成功者身外 那么处在类似地方的所有人都会成功 成功的原因并不在于 个人周围的环境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特定半径范围之内的所有人都会取得成功 而成功与否就完全在于你是否住在附近 但我们可以看到 环境几乎相同的人 住在相同地方的人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成功与失败 因此我们就知道成功的原因一定是在于个人 而不是在于别的什么地方 所以完全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你能够找出成功的原因 将其发展到足够的程度 并适当地运用于你的工作中 那么你也会取得成功 如果在任何地方发生了任何形式的失败 那要么是因为运用不充分 要么是因为运用不恰当 成功的原因是你心中的某种能力 你能够将无论什么能力都发展到无限的程度 因为心理成长是没有止境的 你可以无限地提高这种能力 使其强大到足以使你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 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一切 而当它强大到足以使你学会如何将其用于工作时 你肯定就会成功 你所要了解的就是什么是成功的原因 和如何对其加以运用 培养工作中使用的特殊才能 这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并不指望没有经过音乐 才能培养的随便什么人都能成为成功的音乐家 而期待一个技工不经机械才能培养就取得成功 一个牧师不经宗教理解力和语言运用才能的培养就取得成功 或一个银行家不经金融才能培养就取得成功 这是荒谬的 在选择职业时应当选择需要运用你最强才能的职业 如果具有出色的机械能力 但不具备前进之心且不善言语 就不要试图去不到 如果有品味和才能 可以将各种色彩和织物组合成为漂亮的装饰和服装 就不要去学打字或速记 应当选择能够发挥你最强才能的职业 竭尽全力来培养这些才能 但即便如此 也并不足以确保成功 有些人具备良好的音乐才能 出色的机械能力 深深的前进之心和流利的语言运用 敏锐和具有逻辑性的头脑 但是他们作为音乐人 作为木匠 铁匠 或技工 作为牧师 作为律师等 却终究一事无成 你在工作中所运用的特殊 才能是你所使用的工具 但是成功并不仅仅依赖拥有良好的工具 而是更多依赖使用和运用工具的能力 务必要确保你的工具是最好的 且处在最佳状态 这样你才能将任何能力培养至任何所需要的程度 运用音乐才能带来音乐方面的成功 运用机械才能带来机械方面的成功 运用金融才能带来银行业务方面的成功 等等 而运用这些才能的 或者使这些才能得到运用的 就是成功的原因所在 才能是一种工具 而工具的使用者是你自己 而在你身上能够使你以正确的方法 并且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去使用这些工具的 就是成功的原因 那么在人身上使人能够成功的运用自己才能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在此之前 请树立起牢不可破的信念 你能成功的 是的 你能的 确信自己能够成功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前提 人类的才能是用来获得成功的工具 少数人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们有效地运用了这个工具 而大多数人虽然同样具有良好的才能 但是却失败了 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才能运用的并不到位 成功者的身上有某种东西 使其能够有效地去运用自己的才能 在通往成功的路上 所有的人都必须对这种东西加以培养 问题是 那是什么呢 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词来表达它 叫它做泰然吧 但它又不仅仅是泰然 因为泰然是一种状态 而这种东西既是状态 也是行动 叫它做信心吧 但它又不仅仅是信心 它是一种自觉的能力 又是一种主动的意识 我们把它叫做能力意识 能力意识指的是 你知道自己能够做某件事情 并知道如何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明白你能够成功 并知道如何去成功 那么成功就已经在你的掌握之中了 因为如果你知道自己能够做某件事情 和如何去做 并且付出了努力 你就不可能做不到 当你具有全面的能力意识时 你就会以一种绝对成功的心态 去对待眼前的任务 每个想法都将是成功的想法 每个行动都将是成功的行动 这样的话 你所有行动的总和就不可能是失败 教会你如何培养自己的能力意识 以便让你明白 你能够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同时还要教会你 如何去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通过无可辩驳的逻辑 证明了你能够成功 并且说明了别人头脑中有的 你头脑中都有 区别只是在于发展 在大自然中 所有的事物都是在发展的 成功的因素就在你身上 是能够充分发展起来的 你必须相信你是有可能成功的 但是 相信自己能成功还不够 你还必须知道自己能成功 潜意识和意识都必须知道这一点 有这样一种说法 认为自己能行 你就行 其实不然 说知道自己能行 你就行也不正确 因为潜意识往往会把意识 以绝对知晓的东西完全搁置一旁 不予理会 但是 潜意识知道自己能行 你就行 这倒是真话 人们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他们在客观上认为自己能够做到 但是在潜意识上不知道如何去做到 而且有可能在潜意识中一直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取得成功 必须消除这些怀疑 否则他们就会遏制你的发展 潜意识是运用才能的能力源泉 如有任何怀疑 就会使这种能力受到压抑 行动就会软弱无力 因此你的第一步必须是给你的潜意识留下这种印象 你能行 这必须通过反复暗示来实现 请大家每天在睡觉前做一下的脑力训练 安静的冥想 想象潜意识心态渗透了你的全身 就像水渗透海绵一样 然后带着热切的感情说 我能够成功 凡是对任何人来说是可能的事情 对我也一样可能 我是成功的 我的确成功了 因为我充满了成功的能力 一遍一遍的重复 直到你的内心被一种领悟完全充满 即你能够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你能的 其他人曾做到过 而且你能够做到的比任何人都多 因为别人并没有发挥出他们所应有的能力 你完全能够取得比你之前的任何人都要大的成功 将以上自我暗示坚持不懈地练习一个月 你将会发现自己身上有了那种东西 那种能够做到你想做的任何事情的东西 要记住 你应当首先把这种我能行的领悟牢牢地印在你的潜意识中 这是绝对必不可少的